影像文字 影像文字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我们输入文字之后 然后把影像填入文字当中 那么目前我们来看 目前有两个图层 上面这个图层是花 然后呢下面这个图层是黑色的背景 我们希望输入文字之后呢 然后将这花的 将花填入文字里面 好我现在选择文字工具 然后我来输入文字 输入完之后呢 好我把它做确认 然后我们用 移动工具来把它放大 好那大概放大到 适当的大小按确认 好那过来呢 我们来看 目前我们还是选取文字图层 然后按Ctrl 现在按住Ctrl键点一下文字图层 那么文字图层就会成选取状态 好那我现在点按 下面的图片图层 然后点按产生遮瑟片这个按钮 好增加遮瑟片 目前看不到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把 第一个图层 文字图层 把它眼睛点掉 就是看不见的地步 好那这样的话 就是把它隐藏起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效果了 好等于说 用这个图片来填入我们的文字 好那如果说我们想把它运用在刚才的镜像效果的话呢 那同样的我现在选取这个图片图层 然后按CtrlJ就是复制的意思 然后直接选择编辑里面的变形垂直 然后就可以把它往下移 往下移 好往下移之后呢 不要忘记刚才的步骤 就一样选择建层覆盖 那建层覆盖呢 如果我们选择从黑到白的话 那这样就看不到效果了 那因为前面的例子呢 那个镜像文字 它本身并不是用这个遮瑟片做成的 那现在这个是 所以我们必须用透明的方式 所以从黑色到透明 这样就可以看到一个镜像的效果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影像文字